其實如果大家想預防皮膚生油 打HPV疫苗 如果皮膚上傳染黃色或肉色的斑點 很有可能是皮膚油 皮膚油是一種很常見的皮膚病 而且是有傳染性的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跟我們講解不同油的種類 葉醫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問一下其實什麼是油 或者油其實有分什麼種類 油其實是由人類乳頭腦病毒引起的 即是我們經常聽的HPV病毒 當病毒感染皮膚之後 如果皮膚有損口 或者抵抗力下降的時候 就會引起皮膚真身生成肉粒 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油 油其實都有分不同種類 我們最常見有幾種 包括扁平油 尋常油和足底油 扁平油多數都在面和頸部出現 情慾色和淺啡色的小肉粒 多數都比較細粒 直徑大概1-3毫米 扁平小粒狀 而一些比較大粒的油 我們就講一些尋常油 通常就在手指腳趾 指甲邊 會有一些比較表面粗鞋 帶小黑點的肉粒 通常這些比較大粒是直徑5-10毫米 而竹底油顧名思義 就在腳底底出現 表面都是凹凸不平粗鞋 也會有一些小黑點 通常的體積都比較大 而這三種油裡面 其實最常見都是扁平油和尋常油 明白 醫生人有沒有說 裡面那麼多種油 有沒有說哪一種最常見 或者哪一種最難處理 其實我們臨床上 平時最常見都是扁平油和尋常油 其實剛才我說的三種油都不難處理 只不過扁平油通常 剛才說比較細粒 通常治療上一至兩次多數都能夠清除 但是尋常油和竹底油 體積比較大 有時根部比較深 可能都要三至四次治療 才能夠完全清除 所以難度上就叫做 好像比扁平油比較難 因為需要多一點的遲數去清除 那之後有沒有說 其實有主要的傳播途徑 或者病因病徵等等 其實這些HPV病毒 主要都是在潮濕的地方比較多 例如公共地方的泳池 跟衣室、健身室等等 所以這些地方 如果我們赤腳走 或者碰過別人用過的物品 都有機會感染病毒 明白 其實有沒有說 什麼人比較高危 或者最容易受到感染 如果一些病人 經常都出沒這些地方 赤腳行走 或者跟其他人共用毛巾 一些化妝用品 剃刀用品 都容易去沾染病毒 而一些免疫力 比較低的人 或者一些懷孕婦女 他們感染病毒的時候 也會增加有病發的機會 其實有沒有說 可以怎樣預防 或者女士很喜歡打HPV診 其實打了 其實是否可以真的 防止到這個病毒有用 剛才也說 這些病毒主要都是 全部潮濕和公共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想預防有油 就是保持皮膚乾爽清潔 如果去一些公共地方 就避免赤腳行走 以及不要跟其他人共用毛巾 化妝用品和剃刀 都可以減少感染病毒 經常都會聽到HPV疫苗 其實這個疫苗的研發 主要是針對一些性器官 癌症和性病濕油的HPV病毒型號 和我剛才介紹給大家認識的皮膚油 其實HPV病毒型號就不一樣 所以如果大家想預防皮膚生油 打了HPV疫苗 就未必起到太大的作用了 其實不同的油 治療方法會不會有不同的呢 油其實我們最常用的方法 包括有外塗水陽酸的藥水 手術類包括二氧化碳激光和電腸 另外亦會有些難動的治療 外塗水陽酸藥水來說 藥水帶腐蝕性 所以如果用小粒的扁平油 在臉頸出現的話 就未必太適合了 因為這些藥水帶腐蝕性 有機會破壞周圍的皮膚 容易治療後會留下一些疤痕 但是如果針對比較微小的油的話 其實手術類包括二氧化碳激光和電腸都比較適合 因為做的時候位置比較精準 做完之後傷口結膠通常一至兩星期都可以復原 而針對一些比較體積大的油 包括尋常油和足底油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冷凍治療 冷凍治療就是用極低溫的液態彈腐196度 噴在患處 用低溫去破壞受有感染的皮膚組織 令它脫落 今天謝謝完醫生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